随着秋季来临正是品味美食的最佳季节 台南远东香格里拉饭店 特别邀请姐妹饭店 台北上海最约楼主厨赖宗顺 南下客座推出窗位之旅 这次客座活动 除了有传统窗位的麻辣鲜香 另外结合创新的元素 例如这道脆香蒜辣德国猪饺 先将外皮烤至酥脆 然后加入麻辣酱汁呛炒 不但中西合并 而且还带有麻辣风味 我是以那个脆皮猪饺下去演变的 因为脆皮猪饺是只有脆皮而已 然后就是一般的调味这样而已 那我把它演变成炒干辣椒炒辣的 然后许多我的客人 他们对于这个很新奇也很好奇 然后所以他们喝酒啦下酒菜 几乎都必点的东西 除了麻辣德国猪饺 另外还有玫瑰花国王大虾 以干燥的玫瑰花瓣 融入澳洲大虾 将海产的鲜甜与玫瑰芳香 完美结合 我们会稍微剥可之后 我们会稍微沾粉下去油炸 那油炸完之后 我们会用我们特调的辣椒酱 然后加这个玫瑰花 干燥的玫瑰花下去拌炒 那因为它会附着 那个酱料会附着这个玫瑰花的香气 所以你吃起来会有花的香气 裹在那个虾子上面 除了创意料理 另外传统四创口味 麻婆豆腐焦麻鸡 与酸辣鱼当然少不了 主厨特地选用台南在地的丝木鱼 做酸辣鱼汤口味特别 酸汤是属于 也是属于重庆那边流传过来台湾的 但是酸汤鱼其实台湾很普遍的 但是因为我这一次从台北下来台南 因为台南的在地食材就是丝木鱼居多 那丝木鱼肚丝木鱼肉比较平常 但是你要用丝木鱼皮下去做这个料理 也是一种挑战性 但是有人用 但是你要做成酸汤 我也是第一次尝试 我觉得口感是还是不错的 岁月楼客座巨线川味之旅 业者从即日起推出 直到十月中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机会 享受这场初秋时节的川味美食 记者林根台南报导